朋友们好,韩远来的韭菜说,我是韭菜哥 看到一个视频啊 有人弄了个穿着日军服装的假人 叫一个孩子拿刀猛刺 假人是什么样的啊,这哥并不知道 但是居然还会流血 这就令人恐怖啊 这不由得让我想看过一部那个纪录片中所描述的那个非洲军阀呀 伏迪桑科那个训练娃娃兵的场面呀 太残忍了,太悬兴了 世界上有一支最残暴的军队啊 就是伏迪桑科领导的瓦瓦军啊 他们的行为啊,简直令人发指 毒打,屠杀,肢解,瓦心,强奸姐妹,强奸母亲 大国的官媒啊,一直把这支军队啊,称为童军啊 韭菜哥认为啊,是非常不恰当 甚至是别有优勋因啊 因为童军啊,是西方带有宗教色彩的爱心组织 兼具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责任感的一个为目的 而伏迪桑科训练娃娃兵的目的啊 却不是激发孩子们的爱与同理心啊 而是为了泪灭他的人性啊 流氓啊,官媒故意将二者混淆,其心可助啊 那么这些孩子天生就这么残暴吗 肯定不是啊 他们是被人训练的,失去了人性啊 福迪桑科招募里娃娃兵啊 主要是未成年里娃娃 非洲的某些地方啊 譬如塞拉利昂啊 由于常年的战乱啊 孩子们普遍吃不饱 而参加福迪桑科的军队啊 就意味着有了食物 而非洲啊,又由于没有多少文化 死命的生孩子啊 生下来又没能力抚养 所以啊 福迪桑科的兵员啊 就源源不断啊 加入福迪桑科的军队啊 他们就会用毒品和食物作为奖励 来训练这些娃娃杀自己的同胞 及杀害敌人啊 杀害的时候啊 要采取砍掉手脚 瓦齐心脏等行为 越残忍啊 奖励越多 更要命的是啊 在训练期间啊 如果这些娃娃兵啊 目睹这一切是如果 出现在恐怖、怜悯、流利等行为啊 就会被塌下双眼或者杀害 这样啊 其他的娃娃迫于恐惧 就会更加的冷血 最后变成暴虐 使人命为草戒的冷血杀手 不仅仅如此啊 为了断绝这些孩子的后路啊 福利桑科的人啊 甚至会让孩子拿枪指着自己的父母 强奸自己的姐妹 杀害亲人啊 还要喝他们的血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可是福利桑科就干了 当然啊 他是最残暴的 其他非洲军阀啊 也训练娃娃兵 只是手段的不那么残忍而已 不过也是很令人震惊啊 九彩哥之前看过一本 关于非洲同军的书啊 那里面提到乌干达 凡政府武装啊 训练娃娃兵 有的女孩啊 遭到其他娃娃兵 强奸轮为性奴 遭到其他娃娃兵 强奸轮为性奴啊 得到艾滋病了 后来孕之后啊 还挺了肚子 上战场 九彩哥看得是直想骂娘 太腐败 太落后了 太泯灭人性了 这一说 R.S.哪个是邪恶呀 九彩哥看过一篇报道 很多士兵都说呀 在跟R.S.战斗的前线上 会看到身穿炸弹背心的娃娃兵 但很难分辨那些孩子 到底是要逃命 还是要杀人呀 动手前 根本没多少时间思考 这是很痛苦的决定 因为 你若你不杀他们 他们可能又反过来杀了你呀 所以啊 看到这个刀刺日军假日的视频之后啊 九彩哥不有点毛骨悚然啊 因为这不是游戏 而是犯罪呀 是教唆犯罪 这是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 都不可以容忍的行为 更令人不可原谅的是 这种训练 冷血杀手的行为啊 居然被帮装成 对日本人的仇恨 是爱国行为 这简直是邪恶至极呀 九彩哥 当时在我孤佛家看那个午校里 当过几天那个明辩老师啊 那是十几年 十几年二十年前的事了 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 我们的楼梯片 一群成年的孩子 把一个孩子残忍的伤害了 可是啊 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嘛 所以就没受到法律的制裁啊 当时 九彩哥跟一个 系统内体制内的一个警察的一个朋友 在探讨这些孩子 为什么这么残忍的时候 他很感慨的说啊 越是对孩子血腥 越残忍啊 就是越没有恐惧感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游戏 后来啊 九彩哥在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吧 评论那个邀家心案的时候 举过这一个例子 说 越是年轻的孩子 对生命越没有敬畏 他们都渴望成为英雄啊 而血腥又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 所以啊 他们在杀人的时候 不但会表现的很残忍 甚至还会产生某种快感 这或许是人类的本性吧 人类也是动物 这因为如此啊 发达国家的宗教也好 法律制度也罢 都在吉利里 抑制这种恶的产生啊 但是 我们的教育 教科书却不同啊 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他们塑造了无数的少年英雄啊 而这些少年英雄啊 如果放在国际上 那都是绝对会被人家鄙视的 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 让孩子参与战争啊 那是不可原谅啊 在西方啊 不仅争目的和使用玩法兵是违法 而且及不人道 而且任何对孩子的进行犯罪训练的行为 都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呀 但我们这里却不同啊 打过厉害 独立孩子 为了所谓的革命杀人 似乎是无可厚非呀 当年啊 就在和小偷看过那个闪闪红星啊 很羡慕那个潘东子 总想做他那样的人杀死个吧 为什么呀 对于男孩子而言 杀人工具啊 暴力机构啊 绝对是充满诱惑令人神往呀 但是长大后 九三哥我们就明白了 那根本就是教唆犯罪呀 无论这种教唆 用神父革命或者正义来包装 所以啊 回头看小时候那些少年英雄啊 其实他们跟福迪三颗里娃娃兵啊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没有 那么回到这个视频 现在整个国家 这里的训练还少吗 无论是让一群幼儿园的孩子穿着红军 拿着红冥枪刺杀草人 红军装 还是什么刀刺日军假人 这其实都是杀人训练啊 是在激发孩子们心中的恶 这训练他们不再对杀人和鲜血 有畏惧感 其实这就是在培养少年犯罪 不得不承认啊 我们这个厉害国啊 这些年啊 由于在一整天上发生了 叫大踏步的后退啊 很多当年流行起来啊 看起来是反这类东西啊 又开始流行起来了 比如说鼓励告密 比如说基地这个检举揭发 比如说对孩子系统进行仇恨教育 这很令人担心啊 因为这种教育会让我们的孩子 三观发生严重扭曲 跟整个世界观不能相容啊 现在啊 他们居然开始公然的教唆孩子杀人了 下一步啊 是不是可以以爱国的名义 让孩子去当人体炸弹啊 这真是不好说呀 大国厉害国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只有邪恶的人啊 才会培养少年杀手 只有没有底线的人 才会让孩子变成冷血的杀人机器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啊 无非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啊 很多家长居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真是令人无限悲哀啊 你的孩子被宣传成杀人机器 你居然不拦着 不把宣传的人腿打断 你还是人吗 没有办法 厉害国就是厉害特色啊 今天先说到这里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感谢朋友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朋友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